第一个,当我们手摸到这个地线上的时候 负离子从这里出来 经过人体回到这个手,形成了一个大的电流 大的一个电流,就是欧姆电流的I的U形成了 形成了以后,这个流很大 所以说这里面空间里的负离子很多 那这个周围的话,你看,你说我的鼻子 我这个周围,我脸蛋,所有的周围都是高五的负离子 所以说,你看,我把这个小灯泵在任何区域都亮灯了 你看,这里也亮,这里也亮 只要在这个区域,范围都亮灯了 因为这个小灯泵亮的话,它可以超过很高龙度的负离子 你看,它都亮灯了 那鼻子如果我放在这里的话,是不是高龙度的负离子进了鼻子 并且我们这个肯罩上面,我们把负离子引上去 其实,你看,这是一样的道理的,你看 你看 这个一样的,一样的,有亮灯的 它为什么有一样的亮灯呢? 因为这个负离子还是引在上面来了 从这里释放,从这个口罩里面释放 两个地方释放,同时释放的 这个负离子都是很强的,所以说灯泵点亮了 因为负离子的密度可以把空气当中电子传在一起来 就是这里当一个开关的作用 灯泵亮灯了,这个作用一样的道理的 好